汉成帝刘傲 汉成帝刘傲说起来还算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皇帝 虽然说在政绩方面不怎么样 但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做了一些开创性的事情 这个具有创造力的皇帝 在史学家的眼里表现很一般 因为刘傲年少时啊 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好好地学习了儒家经典 形式呢也像儒生 但他长大后却沉迷于酒色 在那些未道士人的眼里 自然被认为是不学无术 然而 正是这位皇帝在文化和天文等方面 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此外 刘傲在政治方面最大的成就 就是创立了延续千年的三宫制度 这也算是那些未道士所肯定的唯一政绩了 不过啊 这刘傲啊 还应该为西汉的灭亡负点责任 因为他把朝中大权交给了外妻王室集团 而且在朝中大臣的反对下 在汉出外妻吕氏集团的前车之见下 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没有镇压王室集团 刘傲的皇位还是拜汉宣帝刘寻所赐 因为汉宣帝是他父亲的父亲